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朋友们好 我是云湾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婚姻好不好 看你疲惫时就知道 作者张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不妨在文末点个赞 我曾经为了学分 恬不知耻地选择了一些文史类选修课程 那时候 我在上中国近代文学史 老师花费了两个礼拜 和我们讲述了四位著名作家的生平 尤其是他们的婚姻部分 第一个是郭沫若 老师说 这位文学大师 一生有三位妻子 一个情人 然而 他却毫无责任感可言 为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 对这些女人始乱终弃 最后这四个人中 两人上吊自杀 两人对他终身怀恨 甚至他的十几位子女中 也有许多拒绝任他做父亲 郭沫若晚年孤独一人 沉溺于花大把的时间 抄写自己死去儿子的日记 可谓凄凉至极 老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语调是冷 而不带感情的 第二个是老舍 老师讲起踏实花费的篇幅颇长 老舍年轻时 家境贫困 一位刘姓善人 资助了这对孤儿寡母 甚至送老舍出海读书 而老舍却在这时 爱上了刘大善人的女儿 可惜等他学成归来 这位大善人已经散尽才平 剃度出家后去世了 他的女儿也因为家中道路 成了最下等的暗昌 这个没有故事的故事 最后成了老舍心里舍不去的痛 他写下《无题》和《威神》两篇小说 纪念自己的初恋 并一直到34岁 才通过朋友介绍成婚 他的妻子也是新青年 也从事文化工作 在困难时期 全力支持自己的夫君 照理说 这种关系也算非常理想了 但老舍对婚姻 却始终缺少热情 仅有的寥寥几篇 写给妻子的文章里 只见出于情理的愧疚 不见一点内心深处的波澜 在西南连大时 他还曾经遇到一位红颜知己 这也许是一对有些崎岖 但也尚可的市井夫妻 却不知等文革来时 妻子发表大字报 揭发丈夫 要划清界限 老实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遇到里 明显有一种深深的遗憾 第三个是沈从文 这个故事比较平淡 乡下小子沈从文 对大家闺秀张兆和 一见钟情 前前后后 写了几百封 可以入册的情书 张兆和一开始觉得 他不知天高地厚的 道理有趣的程度 最后 也慢慢被他的专情 和文采打动 两人在胡适等 好事之徒的撮合下 结为连理 却在婚后迅速地 因为太过悬殊的背景 而无法继续生活 一度分居 然而 解放后的数次清算时期 两人的感情 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张回到了沈的身边 在关键问题上 点醒了沈从文 让他放弃写作 转行历史研究 又捐出了大量娘家的文物 帮助小家庭 躲过了十年浩劫 张兆和对沈从文 可谓尽责 但对他的不理解 也一样几乎 持续到了人生的尽头 然而 在丈夫死后 他终于发现 两人之间的感情之深 并最终在丈夫的墓碑上 刻下了 其媚张充和写的 不折不从 兴斗其文 一辞一让 赤子其人 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 写进了沈从文的一生 老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一些同情 但也有一些欣慰 第四个就是 钱中书 他和杨将的故事 在今天 几乎让人耳熟能详了 唯一让我记得的是 就是蒋两人在武器干校 受教育时 依然把彼此护得非常周全 他们夫妻甚至在和别人起冲突时 干过救人头发 闪人耳光之时 这个细节 让我至今依然觉得 他们的爱情 非常纯粹 不但不和爱好与物质有关 甚至不和明杰与面子有关 真正做到了 网论世人 只求本心 老师讲到钱中书和杨将时 毫不意外地 语气中 充满了羡慕 讲完钱中书的故事 眼看就要下课 老师突然说 我有一个忠告 想说给你们在座的所有同学听 郭沫若的婚姻没有道德 所以他的下场最凄凉 老舍的婚姻 有道德而无感情 在平日里 也许还能支撑 但是一到难关 夫妻就很容易分手 甚至会互相损害 只求自保 沈从文的婚姻 有道德 也有感情 只是缺少理解 或者说是乐趣 这样的婚姻稳定 但可能终其一生 都有很多劳碌和抱怨 钱中书的婚姻 才是真正的包含了 全部的道德 感情 与乐趣 所以 他们成为了彼此的灵魂伴侣 代表了爱情 最美好的部分 你们也许 还没法体会到 但人生在世 婚姻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将来 都认真对待婚姻 不求达到前阳的境界 但最起码 也要学习沈从文 把道德和感情 这两条底线 牢牢地把握住 人一辈子七八十年 其实长地 超出你们的预料 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不遇到任何变故 是不可能的 一个讲道德 有感情的婚姻 就像一把下了的毛 有了它 多大的浪来了 你都不会轻负 因为你心里知道 自己还有想见到的人 有想尽的责任 这种想法的力量 是和信仰相当的 那一刻 记得我的视线第一次 从书桌上放着的 日本动画新翻上移开 来到了这位 在某著名工科学府 教授文学选修课的 老师身上 老师很年轻 从口音里判断 是个北京人 身上穿着气质 无一不透露出 他的郁郁不得志 然而 当他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 正气浩然 阵笼发聩 仿佛先师恐胜附体 不光是我 在场的几十位单身宅男里 大约有一半 都停下了手头的网络小说 或者信号与系统CD集 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这番话 在我之后的人生里 不断被想起 印证 我曾经有一位日本老板 总裁级别 五十多岁 离过一次婚 前妻和一对儿女 都跑去美国 和他彻底断绝往来了 孤身一人 几年后 他又找了个老婆 老人一直和和睦睦 到现在 我在日本出差的时候 曾经亲眼看见他 在九点下班后 走回在六本目的豪柴 路上还跑去便利店 买了一些蔬菜肉类 第二天 我好奇地问起这件事 他告诉我 在他们家 他每周有两天 是要买菜做饭的 这个规矩 无论多忙 都不会改变 在日本这个女性地位 极低下的地方 作为一个行业内 人人敬重的大佬 我觉得这个行为 匪夷所思 但最终也没有多问 直到后来 公司快要倒闭 我即将离职的时候 他来中国和我喝鉴别酒 那一次我问他 他在国内出差 每天晚上都早早回酒店 去日式KTV谈生意的时候 举止也很端正 然后居然还会给自己的老婆做饭 这和我过去想象中的日本经理人 是完全不同的 听到这个评价 他哈哈大笑 然而之后却说道 男人要懂得了解 和控制自己的欲望 他自己年轻时候 也犯过很大的错误 所以 现在才会特别善待家人 临走前 他又特别强调了一遍 男人的幸福 来自控制自己的欲望啊 玩弄自己的家庭 在你顺利的时候 也许还不是问题 但如果到了人生的低谷 失去家庭 你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这句话 你一定要记住 照理说 那时候的我 应该是很难理解这段话的 但不知为何 我却觉得 我听懂了 我和我老婆的婚姻 应该始于沈从文 那个档次 我们一见钟情 但却不得不承认 直到结婚 我们对彼此的理解 都不太够 感情 让我们随时都渴望 拥抱在一起 在许多三观上的问题 又把我们搞得非常疲惫 曾经 我也有些遗憾地想着 也许我们的一生 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后来我因为调动 远走国外 老婆一边抱怨 一边选择独自留在上海 发展事业 刚到丹麦 因为不适应新工作环境 我的前半年非常颓废 甚至到了需要吃药 维持情绪稳定的程度 偏偏我的性格 还不允许我 把这些问题说出来 我老婆隐约发现了一些异常 但六千多公里的距离 岂是一根网线所能填平的 我一直说自己还好 直到有一天 我刚用刮胡刀 割到了六个月没剪的头发 那天 老婆正和我视频 突然要求我把头转过去 让她看看后面 我照做之后 老婆就出现了疑似中邪的症状 一边大笑 一边又在落泪 一个月后 她辞去了工作 来到丹麦陪我 那时 我才知道 上次所谓的剃头 把自己后脑勺 离出了一片两厘米宽 四厘米长的突块 后来 同事和我说道 他们以为我在中国的家里 是有许多仆人的 因为 我显然没有任何基础的生存技能 而我老婆则说 当时她看到了我的金发型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 如果她不来陪我 我可能会死 然后眼泪 就自顾自掉下来了 对于这个说法 我到今天 也没有予以置评 不过心里很是温暖 老婆来了不久 便怀孕了 我也终于学会了做饭 真是可喜可贺 她在身边的时候 我总有下厨房的动力 一个人的时候 却总是草草打发了自己 之后 我们又一起经历了生产 老婆在产后 出现了可怕的大出血 在大约15分钟时间里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 可能会失去她的煎熬 那种感觉 极难描述 因为 每当我开始往那个方向想 就似乎有一股电流 将我大脑打得瘫痪 后来我才知道 这种现象叫做应激保护 原因是我的神经系统 经过各种评估 觉得我没有一点点的可能 接受这样一种结局 于是便强迫我不去想 我爱她 我想和她共度余生 爱在失去的时候 表现得更加强烈 就像张兆和 在沈从文死后 突然看破了天机 我有时候会大言不惭地想 我们难道就不能再进一步吗 成为真正理解彼此的知音吗 从理论上说 婚姻本身 的确应该如此 既然我们又有道德 又有感情 那随着一起经历的事情 越来越多 交流和趣味 也应该一起增长吧 但不知为何 我又觉得 这种事情 必须随远 强求 就会事与愿违 婚姻 并不是让你每一天 都开开心心 也不是让你能一直 体会到激情和爱 很多时候 她用红筹 附住你的手脚 把一大堆不相干的 三姑六婆 人情世故 绑在一起 让你疲劳 怀疑这一切 到底有什么意义 婚姻的真正价值 其实体现在 人生的暗面 在你寂寞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 听着你的气语 陪着你 无所事事 在你空虚的时候 心头会突然 出现一个眼神 让你觉得 要改变一些什么 而当你被打倒在地 踩上一只脚的时候 有一扇门 依然为你敞开着 里面的人 不但对你 没有那么苛责 甚至还会尝试 抚平你的伤口 为你的悲伤 而悲伤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不妨在文末点个赞 如果你也喜欢云湾 想在每晚收听到云湾的 晚安语音 只需要搜索公众号 听云湾 就可以找到我了 今天就到这里 祝你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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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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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